华府桥界举行中华民国 112年元旦升旗典礼 肖美琴应邀出席 她接受媒体访问 谈到对2023年台美关系的展望 一直在努力希望台美关系 能够一步一步继续的更深更广 让台湾与美国 大家共同期待的和平稳定 还有经济的繁荣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当然台湾民主的深化以及强化 也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共同语言 中国政府持续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 依然是台湾最大挑战 此外小美琴也谈及 未来一年的首要目标 台美之间的双边经贸谈判 也持续在进行中 也希望在不久的未来 能够有非常具体的进展 那另外台湾的安全 也是大家所重视 同时也是全球所瞩目的 那我们期望台海和平 台海稳定 也需要建构自身的实力 元旦升旗典礼 由华府荣光联谊会 华府台湾同乡联谊会 还有华府黄埔同学会主办 退府会也有代表出席 也需要大家注意 还需要小juk方联谊会 是一个多小学生的 这些年底的 就是18年 另外一个星期 最后所有人的 华府荣光联谊会